第21讲 求英 不识字没文化不可怕 可怕的是他的画卖的最贵 在中国绘画史上要属明代的画派最为繁星 那涌现出了以很多地区为中心的绘画体系 比如说像我们所谈到的戴晋和吴伟的浙派 还有就是以吴中地区 沈州 文征明 唐英 求英为首的吴门画派 那在这么多画派当中呢 其中最耀眼的也就是我们熟悉的吴门画派 在影视当中经常出现的有四大才子 唐伯虎 朱之山 文征明和徐真青 我们今天要讲的呢 就是虽然没有进吴中四大才子 但是他和沈州 文征明 唐伯虎并列为明四家 我们也称之为吴门画派的吴门四家 由于文化程度不高 他在绘画界一直饱受争议 大家就认为呢 这个人不应该属于文人画派 那在这里面我们能不能质疑 他不该归属于明四家呢 实际上这个明四家的定义是我们在民国时期才开始兴起的 最有意思的是他被文人界公认为是最顶尖的绘画大师 同时被认为是明朝绘画史上最具代表性的人物 也是血战古人的高手 而且他的话在当时卖的是最贵 他就是球鹰 在2007年5月份的时候 美国总统特朗普夫妇就到访了北京故宫的宝运楼 他们坐在那里查些的背面 所挂的那一幅画就是球鹰的《欲动先缘图》 你看一个没有文化的人居然能有这么大的成就 到现在他的作品还得到这么大的推崇 那他是怎么逆袭的呢 他又如何和唐伯虎 文征明 沈州并列为明四家呢 为什么他的画又卖得最贵 今天这一讲我们就给大家来说一说 在明朝绘画史上这个特出的人物球鹰 球鹰自石赋 号石州 江苏太苍仁 后来移居无限 也就是今天的苏州 美术史上记载他的生族是1498年到1552年 不过这一论断近来呢也有受到争议 有人认为他是1503年出生 1555年过世 但是这个呢现在没有被美术史公认 球鹰本身呢就是出生于寒门 在当时呢年纪轻轻的时候 他就进城来务工 也就是按我们今天来讲 北上广深大城市的一些进城的农民工 由于当时从蔡仓迁到苏州 当了这个油漆工之后呢 他只是给有钱人家去干什么 去做一些个建筑这个凋梁画柱 来做一些彩绘的工作 明四家当中的沈州 文正明 唐伯虎 美术史上都很清楚 而且呢唐伯虎还是家喻户晓的 这么一个戏剧性的人物 但是球鹰呢大家就不太熟悉 我们呢可以看到他们这三位呢 诗 书 画都比较多 但是在球鹰的这个绘画当中 基本上没有诗书画印这么完整 大部分都是落了穷款 球鹰实负或者是无门球鹰 或者紧落两个字球鹰这个款 这也许是因为他没有文化 不会写字 他呢怕漏气 其实呢我们看到球鹰的落款 他的这个款式 稍微懂得书法的人 大家都可以看出来 他的这个字体呢是描出来的 而不是写出来的 也就是说他不是在写字 他在画字 因为他绘画能力很好 他呢相对来讲在写书法上比较薄弱 他就来画这个字 史上球鹰的知名度也没有这三位高 甚至呢在他的一些个传记上也没有对他的描绘和记载 文章就更谈不上了 其他三位都是文章说说 那么球鹰是如何从贫寒的七宫修炼成为名四家之一呢 虽然球鹰年轻的时候没有什么文化 但是他本身呢是十分认真和勤奋的 天资聪明 而且酷爱绘画 在做七将的时候 他就流露出他的绘画天赋 随即呢就被当时吴中地区的一个 诗学院体画派的大家周臣将他受为徒弟 唐莹呢和球鹰都同出于周臣门下 他们两人的绘画风格有出奇的相似 很多作品都是诗学南宋院体 在绘画技法上都以马远和夏规的笔法为主 在诗色方面又诗学的是二理三照 但真正是球鹰画迹大尽 奠定他临摹鼻祖这个地位的 却另有奇人 据说有一日呢 球鹰在一户人家里做七画 恰好这个这家主人经过 发现在他的梁柱上所画的一些彩绘 非常的精美 此人就大为欣赏 随后就邀请球鹰到他家里来给他 临摹古人的绘画 这个人呢就是明代的首富 也是大收藏家向元辩 在向元辩的家里 球鹰遍临历代的晋唐宋元的书画 那球鹰在他临摹古人的绘画当中 他的画意就日益精进 特别是博彩众家之长 将这些众家的笔法 演变成自己的一个基本的绘画方法 我们举例 球鹰在临摹中兴瑞鹰图卷 这个画卷是南宋领衔的一个画家之一 叫肖赵 肖赵这个人呢是李唐的学生 原来是太行山的一个响马 李唐路过太行山的时候 肖赵呢把他抓到山上 李唐就曝出了我是宣和画院的画师 我要到南方去 到当时赵构在南方建立的南宋政权去 你看哦那你是画师 我也喜欢画画 那我就拜你为师 这样呢他就跟李唐到了南宋 入职南宋的画院 那这个作品呢是赵构呢 为了能够证明他的地位的合法性 他就命令他的宠臣叫曹勋 编撰了这么一段故事叫中兴瑞英 之后赵构就命令肖赵来配图 来画这个中兴瑞英图 中兴瑞英图呢当时画的时候呢 实际上不是一个人来完成的 而是肖赵领衔完成 而且中兴瑞英图也画了不是一个本 是画了很多本 像天津博物馆有三段本 像美国大收藏家王继谦先生家里 还有六段本 那龙美术馆的刘一谦先生又买到十二段本 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完整本 中兴瑞英图的原作一共是十二段 曾经藏在向元面夹中 求英呢就在向元面夹中因此得机会观摩 临摹这个作品 但是求英呢 只临了六段 虽然在风格上 形象上他尽量忠实原作 但是在结构比例和建筑建筑绘画当中的一些基本常识方面 他是稍稍有些逊色 大家来比较一下宋人这个中兴瑞英图和求英的瑞英图的比较 第一个方面在比例上有些异同 宋人的作品呢 具有明显的透视感 上面是宋人 也就是肖照领衔来绘画的宋人本 上面补肩铺座只有三朵斗拱 相比之下 求英呢就是很多 第二个方面呢 斗拱的构建 求英交代的是比较含糊 这里来看他的斗拱构建 不是很清晰 这里的斗拱就清楚的显示 他的构建的一些比例和尺寸 另外 求英所画的这个建筑斗拱呢 他的蓝额是没有出头的 宋人所画的这个建筑斗拱蓝额是出头的 还有一个求英的绘画 他的树根基本上是外露 就像蟹爪一样 你看宋人的这个树根就没有那么明显 如同图里边直接冒出来的一样 这就是宋人和明人的一个绘画的基本的区别 另外我们再举一个求英临摹的例子 也就是台北故宫所收藏的 求英摹张泽端的清明上河图 这卷作品呢 注录在石区宝集出编 卷25重华宫收藏 虽微仿品 但是求英呢尽量融会了自己的想象和他的创作思想 再造了一个比600年前的东京变凉更令人激动的城市 也让我们感受到当时苏州地区一个繁华的风质 上图是张泽端 下图是求英 我们看这个红桥 红桥宋人这个损卯的构建很清楚 求英 他这个红桥的损卯就不是很清楚 只用一些花式来解决 另外宋人的这个船的这个桅杆 是旋转的桅杆 因为这桥的高度有限制 如果桅杆不能旋转 它是过不去的 求英呢 在这里呢 因为他不知道这宋人的这个桅杆是怎么回事 所以他这个把桥画得很高 这船的桅杆呢 可以顺畅的通过这个红桥 他这个桅杆呢 是一个固定形式的 还有就是他的 宋人在他的九四面前都有招牌 这个招牌最明显的就是彩楼 另外一个呢 就是求英所画的这个建筑物的歇山山面地方 基本上是封死的 这是入名以后的一个标志 宋人就不是 我们看宋人的歇山山面就不是这样的 它是可以看到里边的 在向元变眼里呢 求英的绘画水准可以说是领古的名笔 但是业界呢 也公认它为做仿座的笔祖 可以说我们近代史上呢 张大千是血战古人 但是张大千血战古人的能力 远远不如求英的能力高 在向元变家 他遇到了吴门当时画坛的领袖之一 也就是明思家之一的文征明 那求英呢 又拜文征明为师 求英的画迹呢 因此开始了一个文人绘画的风格 由南宋院体的这种写实变成了很多地方用的是写意方法 他呢也受到文征明的大力推崇 也因此呢逐渐的进入了文人画派这个圈子 我们看上面是文征明 为他的好朋友华夏画的真赏斋图 下面是求英的寻阳送别图 在这两幅绘画上 求英学习的是文征明的这个山石色色 还有松树的这个画法 求知的画法 另外呢就是他的地草和他的破案的画法 基本是源于吴门 但是所不同的就是人物 文征明的人物基本上是只求形式 但是求英的人物绘画 他呢相对来讲具有比较写实的一面 求英与文征明的交往 一时间呢就让求英的名声大噪 至此呢他就敲开了 吴门上流文人的朋友圈 也进入了这个文人绘画的序列里边 也正是因为当时明朝的官宦富豪的捧场 求英的画呢就卖的特别贵 甚至于呢他的作品可以和宋元来比较 我们举个例子就是 昆山地区呢也有一个富豪叫周凤来 他为了给他母亲祝寿 他就请求英给他母亲来画一幅作品 这个作品呢 求英耗费了六年的时间 才将它完成 这个作品呢有五丈多长 叫子虚上林徒 这个作品的酬金 高达千两 另外他为相子经画作品 也是非常重要 相子经由于是他的 是包养求英的这么一个人物 当然了求英为他绘画呢 这个画价就不能像周凤来那么高 但是相子经请他画汉宫春小图的时候 也清楚的在后面记载 价值200斤 而他当相子经当时收文征明的作品呢 也不过就是几十两 收元代的绘画呢也不过就是30斤 而在十区宝集当中呢 求英的这个作品呢 一共有91幅入选 可以说呢 这个数量是非常大的 由于时间关系 我们在这里呢 只能介绍两幅 不能太多的介绍 首先介绍的就是汉宫春小图 另外就是赤壁图 汉宫春小图是一个公笔仲彩的侍女绘画 里面也有大量的介绍 也就是建筑绘画 汉宫春小图是中国传世的十大名画之一 注录在十区宝集初编卷十五 养心殿收藏 现在呢是在台北故宫博物院 这个作品里边描绘了后宫 这个侍女以及一些嫔妃 共一百多人 他们穿着的服饰都很考究 有的是在逗趣 有的是在游戏 有的是在忙碌 但是他描绘的是在 深所宫中的一些个 宫中怨妇们的一些个形象 但是呢在这个时候呢 他们要自得其乐 要为自己寻找一些乐趣 整个画卷色色是比较华丽的 人物呢是比较甜静淡雅 这个绘画呢是公笔仲彩的 侍女画的一个精品之作 也可以在美术史上称之为一个佳作 在它的起始部分 有乾隆皇帝的收藏印 乾隆玉览之宝 我们大多石曲宝集里面看到的乾隆玉览之宝 都是椭圆的 像后面嘉庆的这个印一样 是椭圆的 但是这里为什么盖的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方印 那就是乾隆皇帝一些重要的收藏品 石曲宝集里面很多都盖有这个大的方印 这是比较特殊的重要的收藏品 还有就是大的绘画都盖这个收藏印 这幅绘画的特点 他的人物的发饰和服饰 是遵照唐代而来 但是呢 这里面不完全是唐代的风格 已经具有明显的明代特征 它的宫史的家具 形制呢 基本上都是明代的 球鹰用极弹的墨来勾轮廓 然后用它的色或者墨来进行一个照染 再赋予重色平图 用色呢 非常的浓烈 但是又不俗 色差变化很大 这个呢 就具有文人的味道 不像职业画家 他们的绘画呢 浓淡色呢 对比没有那么明显 在这里面呢 球鹰的界画 也就是我们说的建筑画 它的绘画水平很高 具有一定的折算能力 另外在透视方面 它将这个散点透视的灭点 通通都置于画心当中 如果建筑绘画的灭点 是在这个画心之中 那这个绘画具有明显的一个透视效果 如果这个灭点远离画心 跑到画心之外 那这个绘画是比较平的 在2007年 北京曾经出现了一个赤壁图 这个作品呢 就创下了近八千万人民币的一个成交价 也是打破了当时的中国文物的一个最高记录 这个赤壁图呢 是注录在石区宝级三边当中 七卷 御书房 这个赤壁图和辽伯的赤壁图是不同的 这是一个纸本的 辽伯的赤壁图呢 是卷本的 我们看到这里 球鹰的绘画就完全摆脱了 职业画家的那个风貌 具有明显的文人绘画的特点 但是呢 它的山石轮廓 还是具有明显的南宋的院体绘画 这种方应的轮廓效果 还有呢 就是它的这个术法 也有南宋的这个写实的一面 赤壁图属于球鹰早年的一种小青绿色色 与中年以后这种大青绿色色呢 就完全不同 略带一些个质色的勾勒的线条 就比如说 它的轮廓线出现了一些方应 它的这个线条是略带声色的勾勒出来的 但是呢 它的村法 就在这个南宋院体 特别是刘松年的这个刮铁村基础上 来进行村擦 也使用了礼堂的这种小腐皮村的一些村法 在细密的这个绿色胎点呢 都属于它早期的一个特点 截止到目前为止呢 村室的赤壁图一共有三卷 其中一个呢 是藏在辽宁博物馆 另外一件呢 是藏在上海博物馆 再有一个就是刚才我们所介绍的 民间出现的 也是拍卖场出现的这个石曲宝吉注录的这一卷 一共是三个版本 我们来看三件作品的比较 风格完全不同 我们可以通过上图来看 这件作品是具有明显南宋的特点 而且呢 它的这个构图来看呢 是不具文人特点 上不着天下不着地 这是一个明显的南宋的风格 还有呢 就是它的大面积是留白 形成了一角半边式构图 树呢 也是求知 而且树的刻画的呢 比较写实 人物就更清晰 这个船上面的上面的人物 也是刻画的很写实 中间这个就非常文气 有文人的味道 中间这个雾带也是施法的北宋赵令让的画法 下面辽宁博物馆的这个就更具文人特点 在他三个作品不断的演变过程当中 发现呢 这一幅作品应该是早期 这个作品应该是中期 这个作品应该是晚期 逐渐的由南宋院体绘画 向文人绘画过渡 一个奇功 一个来自江湖市井的白丁 球莹以自己的天赋和勤奋 赢得了明代一众文人圈子的追捧 完成了自己人生的一个逆袭 球莹注定是明朝书画中 一个不可不提的名字 下一节我们要说的这个人物 不仅他所在的朝代是一个特殊的人物 在中国绘画史上 也是一个中西融合探索中 也占有特殊地位 他就是清宫画家朗世宁